OK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 復刻悲迷糊實戰後分析 那這次推出了異轉 那先上結論 我覺得這次沒有到必抽 推薦大家跳過 因為這個作為隊長 我覺得沒有那麼強 作為隊員 好像也沒有到一定要的程度 接下來可能會有合作啦 或者是心裡的黑金在等著大家 所以現在石頭都還是先省著 悲迷糊作為隊長的話 只能說達成指定條件 那個傷害是挺恐怖的 但是他是要所有條件都達成 最要達成的就是 你要消除一組30粒以上的符石 但消除一組30粒以上的符石 主要是開他的組合技能 或他的技能 去有一個整版固版 那不過呢 比如說要消什麼數字盾那種 就會遇到一些小麻煩 到達這個最大倍率 是有蠻大的限制 而且他作為隊長的話 主隊 如果你是用幻化作為隊長的話 那他很綁死 你隊員一定要帶人、獸、龍 這三個種族 所以他作為隊長 就是真的玩起來偏娛樂啦 你真的對悲迷糊有愛 再去玩就好了 那由於沒有開技能就沒傷害 他也蠻怕那種開技扣血的敵方技能 那遇到數字盾其實還是有辦法解決的 他這邊有一個隊伍技能 只要你隊伍中只有人獸龍的話 發動技能 他就可以獲得2跟3的效果 所以你遇到那種數字盾 你也可以直接發動隊員的技能 就可以手轉去解數字盾了 所以我覺得數字盾並不是一個致命傷 然後這隊其實有比較缺的可能是 隊伍沒有內建的進階檔史 他只靠他的實體血量來撐 或者是隊長的這個減傷而已 他實體血量大概落在80到100萬那邊 你光是以傷害、血量、輸出的爽度來說的話 這隊都不是首選 所以作為隊長就真的是有愛在玩就好了 那作為隊員其實才是我覺得 這次非迷糊主要的賣點 首先這個幻化版本 主要是他下面這些能力 他可以點選一個珠子 就可以有天降的效果 可以解累積屬性盾 或者是他也可以讓整隊去無視攻擊跟連擊相等 甚至還可以解無數級盾 重點是他隊伍技能 他可以直接轉換成左方能源的種族 這個目前來看其實沒有什麼用 因為他要綁定人、獸、龍為主的配置才可以轉這個種族 那以獸跟龍的隊長來講 又不需要他作為隊員去轉這個種族 那他作為雙隊長 這個也不會轉種族 所以目前來看這個轉種族 雖然說是很獨特的設計 也只有他是能夠有這個隊伍技能可以轉種族 但目前來看是沒有什麼實際用途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型態就是 煉化版本的悲迷糊 這一張作為隊員我覺得是真的比較有用的 首先他第一個最有用的就是 他隊伍中是全人、龍、獸配置的話 他可以讓隊伍無視禁豬影響 那目前如果你有比較玩畫眉丸跟莫莉雅蒂就知道了 他們其實是蠻靠天降的 所以說悲迷糊確實是有幫到一些部分隊伍的 那他主動技能也是解除人類、獸類跟龍族 不像是這個型態的悲迷糊 他只能解除自身 所以以隊員來講 他可以解這個新豬盾 那可以讓整隊無視拼圖跟反手消 不過這兩個解斷其實在目前來講 算是比較基本的解斷能力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只有拿來解鎖跟解禁豬是比較獨特的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次的悲迷糊 龍科、護科 他其實是沒有任何加強的 那你看他這個 只有生命力1.15倍加成給的超級寒酸 這個進場減CD 他這次悲迷糊作為隊長 他開龍科能力就幫整隊減CD8了 甚至不用這個進場減CD的能力 然後延長轉租時間也不是很必要 甚至可能邀請寒龍科都比這個好用 所以這次其實也沒有必要 特別抽悲迷糊的複製人 去用成這個龍科 這次的悲迷糊要抽複製人嗎? 簡單說 其實你只要有一張就行了 因為他可以去切換他不同的心態 不非你是真的很有愛 你真的想要玩悲迷糊作為隊長的話 那其實有這樣的組法 就是最強的一個配置 不過其實也沒有必要玩到那麼強啦 所以你真的有愛再抽複製人 那最多也就是一張複製人就好了 因為他作為隊長的話 你隊員也是要帶龍跟獸的隊員 所以你也不能太悲迷糊的複製人態度 所以悲迷糊從隊員設計到隊長設計 都不鼓勵你去抽複製人 那以上大概就是這個悲迷糊一轉 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如果大家跟我想法不一樣 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想要看到更多石頭某某某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按下你的訂閱 以及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 мор Monster 怕小鈴鐺 還是複製裝 就想 regä三甲 體會 對 saúde 按下小鈴鐺 說